你,你这是闹哪样啊 不是要去看木雕吗 你,你这些装备 这是要去登朱姆朗玛峰啊 我看着他背包上面的那些登山装备 而且,这可不像是一个村子里的少年买得起的 你确定,你是本村的人 谁告诉你,我是本村人了 秦小语眨巴眨巴眼睛问住 进山的路是秦小语告诉我的 他其实不是这七山村的人 而是一个探险家 他专门寻找着这些偏远的 充满着未知的地方 进行着个人的探险活动 你不上学了吗 基本不上 福尔大 差不多 快不到 我跟着秦小语进山 大概这四个小时的里面 我们两个人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别往这山林的深处走 就越觉得鬼气森森 我问这秦小语 他是怎么找到那个木雕的 他说 我本来想去这个七山村里面去探探学 这里有着七座 奇险无比的山峰 而且常有着野兽出没 但是旁路上 我就感应到了这里的磁场 有些乱 因为我的感应仪 好像不听使唤了 我只能够凭着我的经验往里走 结果我的经验也乱了 一路上 我就进入了深山 我就找到了那个奇怪的木雕 那个灵异的论坛 我也常去 我看见你发的木雕图片之后 我才知道 这个东西肯定不简单 你是怎么发现它们的 说了话长 我毕重就轻的说着这个木雕的事情 当然 我没有告诉他什么超能啊 研究所啊 这些牵脑瓜的 这个犯罪之类的事情 那我也不可能说嘛 你觉得那个木雕会是什么样 他问 我也不知道 也是 只有去了才知道 下午两点钟 秦小语感应的设备再次受到刺场的干扰 但是他胸有成竹的带着 我往前走 至此 这山间已经没有道路了 我跟着秦小语翻过了一座山 他指着远处那乌蒙蒙的一座山的轮廓 他说道 就是那儿 不幸的是 等我们到达所谓的那里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 我们到达这雾中的山脉 然后一路的攀坏 来到这山的侧面 在那层层叠叠的树桶之间 秦小语带着我 钻入了一处不见的山洞里 这儿这个洞穴越走越宽 宽到我无法想象 我和秦小语手持着火把 和那强光的手电筒走了有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强光手电筒的光量甚至都无法去触及到这个洞底的顶部 秦小语说 这里估计能够容得下一个飞机场 我这才意识到 这个山体的内部有一大部分都被掏空了 这是人为的吗 应该是 一个小时之后 秦小语带着我站在那座宏伟的木雕前 一柱强光朝着那个木雕照射了过去 看着那七层楼高的木雕时 我仍然是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如果说悟空木的那个木雕给人的只是一种严肃的感觉 那这里的木雕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敬意 但是并非是一般的那种敬意 而是像神一般的敬意 木雕的轮廓虽然没有着那么细致 可是 它越是粗糙 反而是越加重了某种那种肃木的感觉 而站在木雕的下面 我的双膝就有着一些不自觉的发软 就好像是我自己见到了上帝一样 让我无法自控的准备下跪 你看那里 秦小语把光亮挪开了有着七八米 我定睛看起 我的心里咯噔的一下 这个木雕手中拿着的不是碗啊瓶子啊之类的小玩意儿 而是一根金箍棒 那个棒子与着木雕是等身而立的 也有着七八层楼那么高 那木雕手持着棍子 就像是远古的神在守护着什么事情 而我看得正如神 秦小语就说道 走吧 走 我还没看够呢 不 我是说咱们继续往前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 可是洞穴已经到了尽头 没路了 然而 没等我反应过来呢 秦小语从背包里面就拿出了这个攀绳和这刀具 他将那绳索扬到了这高空 挂在这个木雕的上面 然后三两下的就嗖嗖的爬到这个木雕的小腿的位置 他扭过头来看着我 跟上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跟上来的秦小语 一路我们攀爬到这个双眼所在的位置 原来木雕的眼人始终空的 就犹如是两个洞穴 而我和秦小语一人进了一个洞口 爬了也不过就是十来米了 就可以直腰站脸 等我们来到同一个洞穴的木口时 那个洞穴的深处的黑暗和诡异的气氛 令我们感觉到了一丝的恐惧 秦小语说道 这是我第五次来这里 放心 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我这才觉得 我是太小看秦小语了 秦小语似乎是看透了我的心思 他奄然的一笑 接下来 你无论看到什么 都不要吃惊 没事 我已经做到心理准备了 下班之后的贺欣来到 每天都成来的这个咖啡厅里小座 每天下班 他都会来这里坐上一会儿 放松放松自己的心情 赶走着白天的脾气 而贺欣 他要了一杯卡布奇诺 一边喝 一边看着当天的篮球新闻 而贺欣是一个篮球迷 他几乎每一天 都会刷着那个虎扑上面的论坛 正看着入迷呢 就有人走到他的身后 拍了拍他的肩膀 贺欣回头一看 是一个神色紧张的男子 魏博是左右的反顾了一下 确定没有别人 于是问他 你就是贺欣吧 是的 你是 魏博出示了证件 我是来保护你 保护我 说了话 你先回答我 最近 有没有被什么人跟踪 怎么会呢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 你的父亲叫贺翔 对不对 他是黄月村人 他有一个好友 叫做陈德凯 贺欣皱皱眉头 看来对方调查得很详细 他有了一种 很不安的感觉 一个上班族 突然就遇到了这种事情 少不了会荒乱 而魏博看出了他的不安 于是他说的 这样吧 在这里说话不方便 那个人 有点不好对付 可以去你家吗 贺欣想了想说的 走吧 贺欣带着魏博来到自己所住的地方 进屋之后 问着魏博想喝掉什么 魏博要了一杯果汁 两个人坐下来之后 贺欣就问道 为什么 有人想要杀我 你父亲 我父亲 你父亲没跟你提过吗 你还是直说吧 黄岳村的窦家 你知道吗 略有耳闻 不过村子里的人 似乎都不怎么提他们 我只是听着村里的老人说 那家人挺神的 尤其是那个老人 被日本人给枪毙了 却还没死 我也不喝了一口果汁 母亲来看 是你父亲干了某些事情 导致着窦家的人死 当然 不是他一个 他只是其中的一个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贺欣显然是不敢相信 抱歉 我知道你很难去接受 可是根据着我目前掌握的信息 事实就是如此 贺欣有些不知所措的站了起来 在家里来回的渡部 想说什么呢 又理不清自己的头绪 所以 你是说有人要杀我 是为了报复我父亲 嗯 如果不是我走的 坏的话 你现在可能已经被烧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贺欣的电话突然响了 韦伯站了起来 盯着电话 贺欣也意识到了什么 韦伯给贺欣打了一个手势 贺欣接通了电话 喂 啊 南娜 是爸爸 怎么 想来看爸爸呀 好 爸爸在家呢 是你的孩子 韦伯问着 是的 男好女孩 女孩 韦伯顿了顿 女孩就好 女孩就好 然而贺欣刚把这个电话放下 门铃就叮叮叮的响个不停 韦伯掏出了枪来 对准了门口 贺欣走到门口 和这魏伯 四目交汇 然后他问了问 门外的人是谁 结果无人应声 贺欣又问了一句是谁 话音刚落就听到 这防导门发出了砰的一声 门被弹开了 而贺欣整个人都被弹飞了 一个人影冲了进来 对着持枪的魏伯 仰手就是一枪 一颗电击蛋 顺着魏伯的脸就操了过去 而贺欣捂着自己的后脑勺 抬头一看 冲击癌的人不是别人 而是另一个魏伯 而屋子里的魏伯 脸部的表情已经开始坍塌 五官开始扭曲 变形 没等着冲击癌的魏伯开第二枪 那就扭身 跑进了这个洗衣室 魏伯追了上去 逃跑的男子紧紧地 关上了这洗衣室的门 等着魏伯打开了门的时候 看到的场景和上次一样 地上就只剩下了衣裤 而洗衣室的窗户 也没有被打开过的痕迹 就是打开 那里也不可能通过一个人 那男子又一次地不见了 男子再一次地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 凭空消失了 不耐之下 魏伯只好让着这个贺欣 在家里待着 然后跟着当地的警署 打了个电话 通过了研究所那边的力量调配 魏伯得到了十个警员的支援 魏伯让十个警员都驻守 在这贺欣家的周围 五个人就直接蹲守在贺欣的家里 其余的五个人在这居民的楼下 来回地形容 而魏伯自己 也是十分紧接地守在这贺欣的身边 并告诉贺欣当时的情况 没多久 一个警员打电话给魏伯说 有一个小孩子称是贺欣的孩子 说是要上来见爸爸 贺欣跟魏伯说 那的确是自己的孩子要过来 我跟老婆离婚了 孩子跟他过 贺欣想了想 对了 刚才孩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那个人也在旁边 男孩女孩 女孩啊 真奇怪 你怎么和那个男人一样 都关心是男是女 魏伯放下心来 因为目前看来 凶手会杀掉所有的男性后人 如果是个小男孩的话 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孩子带上来之后 我也不 始终都是守着这父女二人在身边 你还是要孩子回去吧 这里不安心 可是 你们脑子把我软禁到什么时候啊 贺欣问着 说过没有人陪你 你必死无疑 你信吗 那连吃饭 睡觉上厕所 也得看着我呀 老实的跟你说吧 凶手是拥有着特殊能力的人 目前我们遇到他两次 他都可以凭空的消失 而且他又有着 固着他人面孔的能力 可是 他总不能够凭空出现吧 如果他能够凭空出现 也用不着变成你的样子 来接近我呀 直接就把我可以干掉了呀 微博想了想贺欣的话 也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 这也难说 当初那男子不就是凭空的出现在这胡三的耗子里吗 难道说 这男子当时 也是用了什么复制 面孔的能力 偷偷地进了号灯 一封我一 反正你现在 必须处于24小时的保护之下 贺欣自己也不想死 还让楠楠先回家 然后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屋子里 夜幕降落了 贺欣吃了一份万万 而其他的几个警员呢 就陪着他一起吃万万 夜里11点左右 贺欣就感觉到疲倦 我要睡了 先去洗漱啊 一个警员起声要跟着 不是吧 我去洗澡你也跟着我 警员看着魏博 魏博示意着警员放着贺欣去洗澡 唱歌会吧 洗澡的时候一直唱歌 表示你很安全 魏博嘱咐他 贺欣无奈地点了点头 贺欣去洗澡的时候 魏博头痛地看着这个凶手留下来的一哭 他心想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的确 他和那些警员总不能够整日地守在贺欣的身边 而贺欣也不可能不去上班 但若是没有人保护 贺欣将会必死无疑 还有一点 这魏博思来想去的想不明白 今天用电击枪 骑进那个男子的手 那个男人其实是有机会板击的 但是对方似乎并没有那个意图 他转身就跑了 上次在陈明昆的家里也是一样 男子没有是要洗顶的意思 而魏博正思考着 接下来该如何去保护着贺欣的时候 一个警员突然就拍拍他的肩膀 贺欣管 里面没睡了 魏博简直就像是触电了一样的弹了起来 一脚就登开了洗衣室的门 我远 你 你干嘛呢 贺欣捂着自己赤裸的身体 叫你唱歌 你怎么不唱了 我 我忘了 承尔刚走了没两步 魏博就觉得哪不对劲 一股熟悉的气息涌入了鼻孔 血腥味 魏博摸出了枪 就对准着贺欣开枪 贺欣从手里 甩出了一个回旋镖样的铁块 那个铁块就击中了魏博的肩膀 将魏博的整个人都击出了两步 而其他的警员健壮 纷纷拔枪准备阻止着贺欣逃跑 然而 那个飞拳在空中的铁片 又分裂开了 变成了五六个铁片 而一瞬之间 这警员手中的枪支都被切成两半 而那切口平滑无比 伪装成贺欣的男人 从这沙发上拿起了一裤 迅速地冲出了门口 一个警员拿出对讲机 要求这楼下的警员 去阻截着凶手 而受伤的 难以动弹的 魏博 很清楚 凶手 将会又一次地顺利逃脱 有着一股浑浊的红色水流 从这洗衣室里面流淌了出来 而魏博顺着那个水流看起 洗衣室里 留下的 是贺欣即将会变等的尸体